I hate you, mom 大家好,我是小邱長 我是凱文 呵呵 凱文是不是都會被我的開頭有點嚇到這樣 就是 你到底想幹嘛 我剛剛有點聽不懂那句話是什麼 好,突然才想起來,哇,是英文 呵 完蛋了,聽眾會覺得我是一個英文發音發得爛的人 呵呵 沒有,我只是突然聽到 嗯?那是在幹嘛?反應不過來 OK 好,我們在正式開始聊就是我們今天想要聊的電影之前 我們還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我們看了什麼東西 看劇也好,看電影也好 都可以,看動畫也好 這樣感覺比較有,最近有什麼好看的符合標題的感覺 呵呵 對對對,不然我們這個頻道開頭都說好聽的而已 嗯 有嗎?Criven你最近看了什麼感覺你應該可以講出比較多東西 因為我多,我就是看少少的 呵呵 也還好 先講一部電影,我蠻想推一部電影,就是 就是 Netflix最近上的 而且有機會成為獎項熱門的電影,就是 哎呦,倒數時刻 他英文就是 很像炸彈爆炸的那個聲音,就是 Tick tick boom 他的原文的片名 我會不會英文翻譯 The final countdown 不不不不不不 反正中文翻成倒數時刻 倒數時刻 倒數時刻是音樂劇 喔真的假的 他沒有到整部都在唱 但他的音樂劇 他是一個 經典的舞台劇改編,可是我 對沒看舞台劇的人應該也不熟 我也不熟 我一開始是 看到評價,然後看到演員 才去看的 然後結果就是 好像今年算 會是獎項熱門 就是尤其是男主角 男主角就是二代蜘蛛人 安德魯加菲 安德魯加菲貓 我都叫他加菲貓,沒錯 因為那個字是同一個字 嗯哼 對就是他 在裡面 演跟唱都很厲害 超強 而且那個故事也蠻 我 我覺得蠻感人的 對 我 沒有特別愛音樂劇 就是 演一演會突然唱起來的那種 我沒有特別愛音樂劇 但這部我覺得 他的那個轉換都不錯 歌也蠻好聽的 啊 故事 也算 我可以進得去那個故事裡 而且是其實 以不劇透的方式來講 這其實有點到一點 性向的議題 但那不是他很重要的東西 但那是他呈現那個時代的事情 因為那個時代不是現在 就是 應該是八九零年代那時候 嗯哼 對總之是一個好看的音樂劇 然後 喜歡 演員就是 加菲貓的人 也可以看 對 OK再說一次他的片名 到數時刻 在Netflix上 欸 我最近看什麼 我最近是看了 我覺得 跟著 因為 真的很受不了 就是比較 有點熱門的Netflix劇 就是 會一直瘋狂的在Facebook上面 就是 有點刷 就是 就 從之前魷魚 我覺得大概比較從魷魚遊戲開始吧 就是魷魚遊戲直接爆紅之後 然後 然後Facebook就一直出現各種魷魚遊戲的資訊 魷魚遊戲的資訊 然後 你就覺得很痛苦 你就看到就趕快把它滑掉 就是Netflix的 的行銷其實蠻大的 對 然後就是 你不趕快看 那你一不小心就被爆一點點雷 爆一點點雷這樣 然後 也不是真的很明確的雷啊 但你就有一種就是 就是 你就已經撇到了 你就知道了這樣 對 就是 微微知道 就有點討厭 尤其很多台媒又很喜歡 就是在 標題就直接把一些東西寫出來 沒錯 所以 我這個禮拜就是看了 滑燈初上 你看完了 我看完了 我 我用一天的時間就把它看完了 好 好 這是我的超能力 他應該是三部一起拍的啦 所以 所以第二季才有辦法這麼快 所以第二季才有辦法這麼快 都要說 12月中就要上了吧 還是12月底 他應該 他應該是三部一起拍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把它視為一部句子 他切成三次上這樣而已 然後 我自己是覺得好看的啊 然後 就是 而且 呃 我又蠻喜歡那個 那種就是有點老老時代的氛圍這樣 就 譬如說鳳小月穿的 真的很下巴這樣 很酷這樣 就是老派老派的樣子 應該算還 算考究不錯的電影 因為 呃 我曾經 的劇 對對對 的劇 因為我曾經 有看過那個 youtube 上的兩支影片 介紹 日式酒店 到底 的文化到底是怎樣 然後所以 我不確定 華登書上有沒有 我猜應該是有啦 做甜調的時候總應該會 應該會去了解一下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 他的還原 我猜應該是 算有 公信力的吧 考驅方面應該有下過一點功夫 我我是沒看啦 但 我有看到 我有撇到相關的討論 就是 有人可能有 呃 有涉獵過 這個行業的 嗯哼 有講到這件事 就是考驅是 用心的 嗯哼 然後我覺得內容方面的話 就是如果 呃各位是有看過 那個叫什麼 日本的漫畫像 女帝 或者是夜王之類的漫畫 裡面可能 就是故事的 結構 或者是會發生的事情 蠻 類似的 所以 我大概就講到這邊就好 我覺得 不要 講太多 但是這部劇給我的感覺 就是 就是很 算蠻 那 發生在那些女生身上的故事 就是蠻標準的那種 呃 就夜 夜長 生活的樣貌 的作品 嗯 會發生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算 標準標準的 然後當然他 中間是 用一 呃 用一場 呃 熊殺案 串聯整個故事的脈絡 結合類型劇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 是還不錯的作品 我自己 是 還算喜歡 然後 後續的我應該也會把它繼續看下去看完 對 Given 你還有想再分享其他的嗎 我們可以講我們都有看的啊 就是 有 有 有兩部動畫是 應該是我講的你也跟著看的吧 古剑你有看到最新嗎 欸我有點不太確定 應該有 我通常都有追到最新 欸這部片的 完整名稱叫什麼 中文 就是台灣的出版社翻譯是 因為他漫畫也有出啦 就是台灣是翻譯成 古剑同學是溝通路者 啊 如果要按照 日文的就是字面指販的話就是 古剑同學有交流障礙症 嗯哼 就是 對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就是 主角是一個 不太善於跟別人交流這樣 嗯哼 但是 偏偏他又是學校的笑話 對 呵呵 基本上是一個 是一個搞笑路線的校園 作品 對 校園翻 對 搞笑路線的 搞笑翻加校園翻 對 蠻好我覺得蠻好看的 而且 裡面也 我覺得也有一點點小小的 想要 有點像是 用一種比較 幽默的方式讓大家認識這件事情 然後譬如說 因為 你 就譬如說像我們的那個台劇 呃 思覺失調的 那叫什麼 哦 我們宇二距離 對 宇二好 就是他可能可以選擇比較 嚴肅一點點的方式或者是 對 他可能可以選擇比較嚴肅的方式 那 當然就是 欸我覺得這個是另外一個樣貌 他想要當然 我 我自己覺得作者是有想要讓大家去認識這件事情 因為 因為就是 學生時期大家都會碰到人際交流的事情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共感的主題 但 他的 他的 威脅是 不會非常 就你不會覺得 很尬的那一種 就是 不會讓你就是覺得他的刻意搞笑 就是他的搞笑跟他的故事結合得很好 嗯哼 然後 然後我覺得做我覺得做畫蠻厲害的 他有很多那種漫畫式的效果 然後 我覺得就連片頭曲我我蠻愛片頭曲 就片 連片頭曲都畫得很好欸 呃就是因為因為他就是搞 有有有比較搞笑的成分嘛 所以他還是會就是有點像很寫實的部分 然後融合一些有點 呃Q版的 就是表情啊或動作啊 對 但他就是 轉換結合的就是 不會不會很尷尬啊 沒錯 接下來第二部是 國王排名 這部基本上 什麼都不能講 看就對了 用最簡單的講法就是 他是一個看起來子宮像 就是看起來是兒童像的東西 但 嗯哼 畫風也蠻 畫風也蠻兒童像 但其實有一些很 成人 這樣成人對嗎 反正就是一些 蠻深刻的情節啦 Dark 對也有黑暗的部分沒錯 嗯哼 讚 看就對了 嗯 就是大推 沒什麼 對 沒什麼懸念 看就對了 絕對好看 目前 第七集吧 超好看 欸 對 啊接下來 再推一部 就是 奧創 不是奧書 哦哦哦哦哦 好 那就奧書吧 奧書是我跟凱文兩個人都有看的 嗯 一開始 一開始就是算 呃 講白一點就是有點跟風 呵呵呵 我不知道我一開始是 其實沒什麼興趣 因為 我我已經 借除打 LOL好像好一段時間 我以前 有曾經打得很瘋的時期這樣 然後一直永遠都卡在鷹牌 所以 呵呵 就也沒也沒多認真玩啊 就是也不知道在幹嘛 就是一直殺死肩這樣 就是浪費生命 然後 就是其實已經很久沒玩了 然後我我就沒有特別想看 我我也是有玩啊 欸 我有玩過啦 但我也我也是那種就是很 比我更久以前的事情 對 呃而且是很不忠實的玩家 就是可能 沒有沒有對積分排名沒什麼興趣的 就是玩好玩的那一種 啊 我也已經 好久 就是可以用年當單位了 就是好久沒玩 嗯哼 就是反正曾經碰過 我們都是曾經碰過 對 我應該我應該借 借除 一兩年而已吧 我不太確定 就是借借出一兩年而已 哦那那我就比你更久了 就是非常久 非常 嗯 總之講這個不是說 他當然跟英雄裡面有關 可是 重點是 你完全不用了解英雄聯盟都可以看 因為 英雄聯盟是一種類DOTA遊戲嗎 這是推推 以推塔為目標的遊戲 那這種遊戲本來就不是本來就不是建立在故事性上面 嗯哼 雖然他遊戲一邊會為角色寫一些故事 但那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嗯 因為遊戲的模式不是建立在劇情上 所以 有點像是他背後的就是 遊戲公司 他們利用這些角色 既有的角色去寫出一套劇本這樣而已 嗯 我說動這個這部動畫 所以你完全不用把這部動畫跟 就是遊戲有什麼連結 他他可以完全看成就是一個新的東西 嗯哼 對 對所以所以所以不用不用問說什麼 因為 因為我有時候看到社團或群組都會問說什麼 欸 欸對 對英雄聯盟 對肉不瞭解的人可以看嗎 當然可以 嗯哼 也應該也算推薦大家去看啊 就是還還不錯的東西 好最後最後講一件事情就是 嗯哼 我個人原本比較沒有想要看 是因為我覺得 Rire現在有一點 就是 他現在 欸不是有一點 他現在已經是 中資的子公司 就是 他他母公司就是騰訊 嗯哼 我覺得雖然會因為這樣選擇性的看但 如果他真的蠻做的蠻好的 啊他也沒有在裡面傳達一些就是 政治師兄 就是對價值不符的東西我覺得 就也還好 對 但但他畢竟 他畢竟 他畢竟背後就是個中資公司 我覺得把這個疑慮擺在心裡是OK的 我覺得那個不是什麼 要當一個什麼憤慶或什麼的 那 那個就是一個對 該有的政治敏感度要要注意 嗯哼 還有我們的Podcast目前可能 還沒什麼人聽不然 可能就有一大堆的人留言這樣 好希望希望有招一支可以變成那樣 哈哈好 OK 要進入主題了嗎 好 來吧 今天要介紹的是 美國女孩 這個是今年的 金馬獎的 最佳 影片嗎 沒有啊不是啊 最佳影片是瀑布啊 尬靠 我講錯了 就 就金馬獎很喜歡中夢宏啊 哈哈 開始diss中夢宏 哈哈 不要啊中夢宏也很棒啊 中夢宏有什麼陽光普照 欸真的如果要說近年 我還是要講 如果近年你要說我最喜歡的國片 我還是會說陽光普照 喔我以為你要做美國女孩 哈哈 不會 我還是會想要說陽光普照 好 OK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要聊陽光普照 我我跟你不一樣但 對這沒差 那你那你也是什麼 硬要舉一步很難 但我不會說陽光普照 甚至我不會說中夢宏的任何一部電影 沒有說他 沒有說他多爛 但就是我不會把他擺前面 甚至 像去年 欸陽光普照是去年嗎 嗯 好像前年吧 沒沒這麼沒這麼 好那 但不管如果算這兩三年的話 嗯哼 我可能把孤魏都還排在他前面 喔 no 嗯 好 就是就是我個我個人沒那麼喜歡 總夢宏的片 嗯哼 哇你這樣一講 沒有還還好我沒有我沒有被我沒有被打動 可以可以我完全持陽光普照 那因為因為喜好度要量化本來就很困難了 所以 有時候可能就差一點差一點這樣而已 對啊確實啊 就都都是很好的電影 我我都很喜歡 但如果要這樣強推這樣 我一定要跟你我跟你說 你一定要去看陽光普照 好 哈哈 好OK 但今天要聊也不是孤魏 也不是陽光普照 是美國女孩 好所以 獎項要再確認一下 所以他到底得了什麼獎 今年金馬獎得的就是 以 典禮當天的 項目而言就是 最佳新導演 就是 啊 對啦 最佳新導演然後 導演叫做軟 軟鳳儀 我剛才你就會講軟鳳嬌的文端 呵呵呵 好 軟鳳儀 對然後 再來就是最佳新演員 然後最佳攝影 最佳攝影是一個 國外好像是 希臘還是哪裡的攝影師吧 嗯他當天沒辦法去啦因為就是 在拍片 嗯哼 對那那三 這三槍主要是典禮的那 還有一個類似 會外賽嗎就是 反正不是在當 當天典禮辦的就是 好像是在前一天吧就是 他們有一個酒會上辦的就是 一個是觀眾票選最佳影片就是 我們在斯波及講過的那個就是 從 你有去看的 對就是去參加 完整的 五場最佳影片的放映 的觀眾 嗯 然後 結束之後投票 對然後 第二個就是 影評人獎的 國 國際影評人獎 國際影評人獎 那你願意公開就是 你當時是投給 美國女孩嗎 還是其實是投給別部 我投美國女孩啊 喔 我以為你投給瀑布 沒有 哈哈 欸我跟妳講吧 我有跟妳講吧 有嗎我忘記了 我應該還有說其實我沒那麼喜歡瀑布 哈哈 一直來一直通喔 不不不這個也 這等一下也會聊到 就等一下也會聊到一些跟 呃瀑布 有關的事情 對 所以順便也可以 推薦到大家 要不要去看瀑布 呃我覺得就去看啦 嗯 今年五部 欸我說金馬的最佳影片入圍就是 其實 喜歡的每幾部這樣 對 嗯就是 但美美國女孩很明確啦 就是 哦真的讚 我覺得這導演真的蠻厲害的 拍第一部電影然後 就剛好解決了 就有一點剛好解決就是 我們看前面幾部國片我們心中 覺得一些小小小的問題 國片會發生的毛病這樣 對對對 然後剛好就這部片都沒有 所以真的 我覺得蠻厲害的 那那當然有可能是比較出來的啦 只是說 對 可能可能我們看過幾部國片而變 這一部真的 相對 你要說問題好像 硬要跳還跳不出什麼 對 當然是以我們的 觀點來看 接下來簡單的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故事的背景 目前應該都還不會有爆雷的階段呢 就是 可能跟預告片會有一點點像 那簡單的推薦大家一下 呃這個是 這故事是發生在 呃 有一個蠻明確的時間點 就是在SARS的疫情 的時候 嗯大概是 2003年了 所以 嗯 這部這部片開頭的時間等於是 可能 0203之間 嗯哼 就是SARS 逐漸 在台灣 要爆發的時候 嗯 在那之前 嗯哼 然後 欸故事的主角大概就是 一個 家庭 然後這個家庭 有四個人 爸爸 媽媽 姐姐 妹妹 角色沒有到很多啊 然後我就不特別 呃說 他們的名字 對他們姓梁啦 梁山伯的梁 這我還有印象 嗯 好 然後 只有媽媽媽不姓梁 媽媽不姓梁 對沒錯 哇如果那個那個時代還 他還改姓梁的話 那個那個 他前面還灌一個梁的話 那個 那個這太誇張了 那個 那太前面了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故事大概是 從 這個媽媽 跟兩個女兒 然後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反正就是 飛去美國生活 然後 爸爸 單獨留在台灣 講不知道什麼原因 有點奇怪吧 其實 欸有他有說什麼原因嗎 我忘記了 就純純就是 移民啊 就是這這也不是什麼 特別需要一個原因 哦 就是當時 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很多人都嚮往去美國生活 對對對 他電影裡面有一句 台詞什麼 什麼 怎麼讀 讀 欸是不是這樣嗎 讀讀 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有 有那句話 就來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 啊 反正就是一個 做美國夢的時代 對啊 因為 因為就是 相對於 就是在那個時代 相對於台灣的經濟 美國感到好一點這樣 那 嗯哼 很多人就是 很 比如說就是 可能 在聽這幾個人 可能有家裡的 其他長輩 或或自己家裡就有 可能有人就是到美國去發展過 欸真的欸 那個時代還不少 當初我當初 當初我叔叔就是去美國念書欸 這樣一講 嗯 就念書也算 就是可能會就是 過個洋末水之類的 然後反正就是 媽媽帶著兩個女兒一起到了美國 然後反正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好然後 就是媽媽突然症病了 就回到 台灣 因為台灣有 便宜的健保 沒錯 這個其實是 電影有點隱性的 沒有講出來的事情 對 可是也是事實啊 都現在也一直在發生啊 對 你說健保的問題 然後大家有時候在吵的事情 都是 都是這樣啊 就是你要看醫生的時候 你再回來台灣 像癌症這種很長期的事情 在美國那個不得了 那個錢 好所以他們就是飛回來台灣 然後 欸 姐姐 大概年紀大概是國中生吧 對阿妹妹是 國小的年紀 好 反正大概就是 故事就在講說 因為媽媽的病情的關係 他們 他們非得回到台灣 居住 啊 已經去可能已經在美國待很久了 所以他們非常的不習慣 就是 要回來台灣的生活 然後各種種種因素 然後 就產生非常多的 呃 家庭上的壓力啊 然後大家的 互相的不諒解啊 所以 其實故事 蠻簡單的 然後就是 這好像是導演個人的 真實經驗吧 就是他就是那個 姐姐的角色 導演就是那個姐姐的角色 對 然後 過程中就有 他們在台灣這段時間的過程中 就有非常多的文化衝突 Cultural shock 然後 就是還有 家庭的衝突 因為 原本可能在美國生活不好好的 然後 被迫要搬回台灣 大概 其實簡單故事敘述大概 簡單介紹大概就是這樣 故事講起來其實很簡單啊 對啊 在這個家庭裡面呢 就是 呃 爸爸媽媽媽這個 這應該是沒有任何離婚的關係啊 因為就只是 媽媽到 媽媽帶著兩個女兒到美國生活耶 然後爸爸就是一個 有點像 有點像台商的角色吧 就是 或者是他就是非常常要 兩岸都有 兩 公司在兩岸都有生意 所以 對 他需要經常往來中國跟台灣這樣 整個角色的背景大概就是這樣 我自己是 蠻喜歡這部電影的 然後 我覺得他拍的 好的地方是 呃先講一些比較 表面一點點 表層一點點東西好了 嗯 就是 呃 我特別 很細的注意到一些事情啊 就是 因為他媽媽 這個這個講也沒關係 就是他媽媽得的是乳癌 呃我的媽媽也得過乳癌 所以就是 我覺得他在一些醫療場景的還原 非常真實 從 開刀 到後續的 化療 就那些場面都 完全 就是 我所經歷過 我所看到過的那個模樣 最 我覺得 一個最最最最最細節的地方 這才太細節 然後一出電影裡面 我就很開心的跟凱文講 不確定大家 有沒有就是親人開刀的經驗就是 最好不要有 若開 啊對對對對對 可是嗯 對啦當然最好不要用 可是終究難免會碰到 嗯 如果是全身麻醉的話 然後開刀時間比較長 他必須要 插那個 很像呼吸的管子 就是就是插管啊 插管啊 用呼吸 類似呼吸器這樣 對對對對對 剛開完刀的病人回到病床 就是回到自己的病病房的時候 然後那個呃 麻醉的那個麻醉師就會 特別跟家屬交代說 等一下他喝水的時候 就是他可以喝水的時候 慢慢喝 小小口的喝 因為你剛才你的氣管 那邊 猴頭那邊 就被插了一根很大的管子 所以 哇 那一部真的是演得超級好 因為就是 我就覺得那 那就真的是導演親身經驗 所以他才知 他一定是 有經歷過這個事情 所以他才知道這件事 那個 呃 媽媽就是在 喝水的之前 就是他還表現出一個 就是他喉嚨很乾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在 就微微的那種吞口水 有一點吞咽的 不是很舒適的樣子 我看到我直接嚇到耶 也太 detail了吧 然後 就是很具體的還原這件事 然後甚至後續的 那個化療的場景啊 然後 但我覺得有一點沒有到很還原的真實 因為就我所知 可能 乳癌的 治療藥物 都會掉頭髮 好像是 有做一些類似他在梳頭髮之類的 還有後來就是有 好像戴著帽子還是什麼 比如說化療的場景啊 就是有一個舒服的沙發 可以坐在那邊 欸對 嗯 好也希望 所有聽眾朋友的 家人都不要得癌症 當然就是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呃 就是癌症的化療 現在已經有點跟 以前我們看到的一些電視劇 想像有點不太一樣 就有一些副作用的控制 已經 盡可能的在 很努力的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 所以 不會像大家以前看到的連續劇 就是哇那個 那個病患啊 就是還要 就是 特別到醫院啊 然後人變得超級無敵力虛弱啊 然後這樣子抱著馬桶一直狂吐啊 欸當然我覺得 不否認有些人的體質 的關係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可是就我 看到我媽的情況是 沒有到這麼誇張 他們就是到一個地下室的一間 打化療的 地方 然後坐在舒服的大沙發上面 就 很像掉點滴的樣子 但他那個藥物就是在點滴裡面 對沒錯 好這個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增加一點 小小的醫療知識這樣 呵呵 對 所以我覺得整個醫療場景的 還原度是真的非常的高 嗯 這個是我 這當然因為這是我 我有我很 很 很多的自身經驗喔 所以我我對這點的感觸很深 這樣就覺得哇 就是 真的做得很好 就是我個人蠻有感覺的一點就是 對白足夠口語這件事情 因為這這其實網路上 最近 近期的討論蠻多 就是 作者的標題大概是類似什麼 為什麼台劇 演員總是唸起台詞很尷尬之類的 大概是這種標題 嗯嗯 對就是包括 演員在講台詞的口條 跟 那個對白本身寫的 夠不夠流暢 這是兩回事 但美國女孩在這兩件事上都 比較沒問題 嗯就是有一些同樣的語意 但你在生活中會用更口語 更白話一點的講法 跟在小說在書上 會用有點 比較文藝一點的講法 但是那是兩個完全不同情境 所以通常 嗯哼 我們應該會期待說 電影裡面的角色 會像我們現實生活中的人在講話 用之前是那樣 我們是不是又回 我們是不是又回頭第一次做夢轟了 那個先等一下 我覺得美國女孩裡面真的 對話就比較日常 就是裡面的用法 對就是中文的使用方式 比較日常生活這樣 對 不會有很 不會有很突兀的感覺 然後 就是 要吵架 你就你就覺得 哇 吵架真的就是講這些話 然後要發牢騷 然後 要 要暴怒 要 要表達情緒 就真的就是 就是就是我們會講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要舉實際的例子有點難 因為我們我們現在 也沒沒辦法就是像串流一樣可以邊播邊記錄 對白之類的 就 如果真的 真的有對白可以看比較有辦法舉例啦 但 就是 如果 去看的人 有去看的人就應該感受出來這件事 就是 他對白的寫法 比較 真實 對那個真實就是指 現實生活中你會那樣講話 我覺得可能有些電影有的時候還是想要 他想要去營造一種氛圍的時候 他就會不小心把這個 就是忘了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能也不是真的 絕對對錯 但就是會不小心忘記這件事情 然後傳達出來的感覺就會比較 嗯 就是 你你太想把這個電影弄得很 很有那個Fu啊 然後結果不小心就 你說編劇忘記 他是在寫一個真的人在講話的感覺這樣 對然後話就講不好了這種感覺 然後這這邊講的是對白本身啊 啊 至於 演員 念對白的口條那是另外一回事這樣 啊 但我覺得美國女孩的口條也沒什麼問題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可能是真的 剛好也有一個 比較明確的對比 又是瀑布 因為我們最近看比較多吧 對 就是又是瀑布就是 呃 但這個這個論點也是剛好是 凱文提出來的啊 他他一看完瀑布就本來跟我講這件事情 就是你在叫自己親人的時候 比如說媽媽 你不會叫母親或者媽媽兩個字 你可能會叫媽 有時候還不是叫媽 不是發一聲正題 正式念法 就是那個字的注音叫媽 你不會那樣唸 你會唸 你可能會叫媽媽 就是有點親密的成叫法 對 嗯 就是不是那個字的正式讀音 但 那個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會 生活化的那樣使用那個字 嗯 而且確實瀑布的某些吵架場景 好像也比較 比較文周周 就我我覺得簡單講就是 有一種比較文周周的感覺 很不像日常口語的對話 那個衝突感反而下降了 就是被那個對白影響的 對啊這只是剛好有所比較 也不是真的要說瀑布多差 因為我很怕大家 一直聽到我們一直在第一次瀑布 但瀑布真的也是 我覺得要傳達的意念 就如果真的要講瀑布這部電影的話 我覺得我看完心得就是我完全能感同身受 因為畢竟我曾經 不是我曾經 我爸還活著 就是 對 我爸也是一個視覺失調 視覺失調患者 視覺失調患者 然後我就是能感受到 要照顧視覺失調患者 過程的壓力 我就覺得那個那個就是 就是就是我 我的日常就對了 瀑布在引起共感跟 傳達 比如說 照護者的壓力這件事 其實還 還是講一下優點好了 還ok 沒有那就是 就順著你講 就是 這部分其實 可以感受得到善意啊 這副片的善意 對 就是 他想要 他想要傳達的善意跟他做的怎樣是兩回事嗎 但只是 我覺得 他的善意是還還算感受得到這樣 對 好 再來 我自己覺得還有一點是 我覺得美國女孩也做得很好的 而且是 也是 也是我覺得跟以前看到 剛好看到的國片相比 就是 我覺得他的 某些留白 非常的適中 非常的 剛好 我所謂的留白 就是譬如說 主角就是 跳望著某個地方 或者是 停頓在某個地方 然後 等那種 微微的長鏡頭加一些音樂 類似這種 這種畫面 我覺得 就是 取得算恰到好處 因為 我自己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對比就是 親愛的房客 啊 我一直覺得親愛的房客是 我也蠻喜歡那部電影的 然後我也覺得他 也是很 很有善意 他的善意是很明顯的 對 對 然後他就是想要告訴你一些事情 嗯 然後讓你 看到 譬如說同事家庭 或是同事伴侶可能會遇到的 這故事裡面也是有照護者被照護者的 的 成分 對 可是我覺得他一不小心就是為了要 讓他 有更有 那種 文青的感覺嗎 我現在 我現在想不到比較好的形容詞就是 他想去營造某個氛圍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用比較 比較多的這種留白或者是 空白的地方 哦 你說他留白留太多了 這樣 我自己這樣覺得 然後我 我 我有時候會覺得那個 又又又沒有 我覺得又沒有達到效果 或者是 我也不會 我我我不會被這個 片刻感動到 好像是這樣 那個片刻可能是 沒有很多情感累積的 所以會覺得很像是 他就是想把他擺在這邊 就是為 我自己這樣感覺 為為了 為了這樣講故事而這樣講故事 這樣 有一點點 對 當然這也是相比 我覺得我覺得美國女孩在這一塊都做得非常好 就是 他所有這種時間點都 我自己覺得算恰到好處 然後 你不會覺得 有很多 就是 你就是斷掉的地方 或者是你就是開始出戲的地方 他比較不會那麼刻意 當然這種所謂的刻不刻意也是很 有時候蠻主觀的 但就像 對 就像你剛剛講就是 他可能是拍 一個人若有所思的那種 因為所謂留白 大概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想像 就是一個人若有所思的那個狀態嗎 他一定是不會 沒有講話 沒有其他人跟他講話這種狀態 甚至可能就是 對喔 就放一小段情音樂 甚至沒放音樂 或者是 就自然的聲音 大自然的聲音 對就是 他的那些狀態不會讓你覺得 好像他 非得 就是很 好像創作者很想要這樣做這樣 嗯 就是 就是算是 拍電影的人這樣拍 的這個舉動 好像跟 角色當下的心境還蠻吻合的 就是你會自然的接受 他這樣呈現這樣 對 而且我覺得就是 他那個 他做這件事情是 呃 有順利把情緒再往上堆的 嗯 就是 應該說他做的那些片段都是成功的 因為留白的目的就是 就是想要醞釀某些 情感嗎 不然不然留白要要幹嘛 對啊 就是想要讓觀眾醞釀一些情感 去若有所思 對 所以就是至少在這個目的上看 還蠻 到位的 對 這個是我在這部電影 應該我覺得 就是蠻重要的感受吧 就是所以我覺得他 才能這樣很一氣呵成很連貫 然後一直貫穿到最後 嗯 然後你你所有情感真的是 就是堆堆著壓在身上這樣子 然後他他很多東西就是就是 一點一滴的累積 然後到最後某個橋段爆發出來 嗯 欸 剛才以上大概是 以比較不劇透的方式 稍微 可以講到一些我們很喜歡 美國女孩這部電影給我們的 一些感受 啊當然 就是這感受 有蠻大一部分是 可能跟來跟其他電影相比的結果 嗯 那我是覺得沒有絕對的好壞了 嗯 對 好然後接下來的部分可能會有一點 會聊到一些比較重要的劇情 所以 牽涉一些劇透的成分 所以如果你聽完我們前面的 介紹的話 你很想要自己去感受 這部電影的話 很鼓勵大家 可能 也不確定在片上的時候 戲院還有沒有 因為 我們還在初期製作階段 實在 時間實在是 很廢 就是 跟不上 不一定跟得上 時間對 要不然就是等他 到串流的時候也非常鼓勵大家 可以 去 觀看正版的 影片 對 我其實蠻懷疑 有多少人會因為 聽了我們前面那樣介紹 然後就去看 哈哈 搞不好他們反而去看瀑布 哈哈 瀑布到底是 瀑布到底是多餐 就是 整個反效果 對 對 算了 對 反正我們就是一個 Podcast Podcast 新手 真的 但我們平常聊的絕對 絕對都比 我們平常聊的絕對 內容都比在聊的還多 但 那個就是 那個聊的狀態比較自然 對啊 沒有因為 我們平常在聊的時候 以我們以前 第一年來一起看電影劇 因為前提是我們兩個都一起 看過那部電影 所以 你這樣才有東西可以 聊啊 應該這樣講 然後 我在講的事情是 我們剛才在一起看過的 對啊 接下來要進入我們有劇透的 感想部分 那請大家就自己 斟酌收聽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真的去看這部片 重點 嗯 你 大家有從 凱文那個 迫切的口氣 感受到他對這部片的愛嗎 要再講迫切一點就是 這個是我今年最愛的過片 哦 雖然我們今天好像也沒看 我們好像也沒看幾部 那 就是 以這幾部來講 這一部真的比較好 嗯 真的很好 很出色 所以再來要 講一些可能 有一點算是劇情細節的東西 因為 這些倒不一定是算很重大的劇情 就是 你就算 知道這件事 就他不是影響故事發展的因素 但 我覺得 把他當做 呃 劇透之後的 事情 算是因為 我覺得他對某些人來說 可能是驚喜吧 對 就是 嗯哼 就有點像彩蛋性質的東西 你如果事先知道彩蛋 那他就比較彩蛋 這樣 當然以我的 以我的理論就是 嗯 如果我被劇透的話 那我也不知道 平行時空的我 就是 沒有被劇透 看到這個會不會很開心 很shock 這樣子 就是學定格 就是學定格的貓 呵 對 所以我們 要說我不怕劇透也好 要說我怕劇透也好 好像 很 就是呃 如果真的不小心發生 那就發生吧 因為我永遠不知道 我沒被劇透的樣貌是什麼 反正那是我們不能掌控的事情 就算了這樣 嗯 對 所以 關於就是 我我覺得可以提一些 比較不是 認真的 真的是 很大的劇透 但 我覺得那個是 營造一些細節的東西 像 因為這部片 嗯 的時代等於是 快 距離現在快20年 就是如果從2003年算的話 所以他有一些 讓你感受到是那個時代的東西 當然都是一些小小的東西啦 就比如說 姐姐的角色有去 網咖 當然當然現在還是會有人去網咖啦 只是 大家現在 比較熟 大家現在可能 會 玩熟游越玩越多嘛 所以你好像 比較沒有去網咖的需求 除非是那種 打打PC game的 比如說 英雄聯盟啊 或 現在還有人在玩鬥爭特工嗎 我不知道 但是 就是 等下第十 開始第十片的遊戲 就是 嗯 好像 大家越來越玩 掌上型的東西了嘛 相相對於以前那個時候而已 所以 對 他 網咖也 網咖也是沒幾間啊 就是 就是 你現在路上也看不太多 以前那個林立呢 到處都有呢 學校附近一堆 就是 說一個 說一個張張中仁才會知道的事情 喔對我是張中仁小友這樣 就是說一個張中仁才會知道的事情 就是 張中仁都會講 去麵包 因為 這這個點過我連忘記為什麼 反正就是 有一間網咖跟麵包有關係就對了 然後從此大家就是會 這樣代稱 但 你們 會講去 網咖叫做去打咖嗎 會以前會 但是 我不太喜歡那個 我不太喜歡那個場所 所以 我我都不會跟著去這樣 就是 我也沒去過幾次 可能 一隻手速的出來 嗯哼 但我小時候我媽會掉 小時候我媽會帶我去打網咖 哈哈哈 因為我 我在四波集的時候不是曾經講過 就是說 因為我家那時候 有買電腦 但是他就是很普通的電腦 然後 啊我也不太懂 怎麼用什麼的 然後我也不太會玩遊戲 然後 那我覺得我媽 我媽就帶我 帶我去網咖玩遊戲 這樣 嗯 對 就是不太會使用電腦 對 反正就是 剛剛提到網咖 只是說 這個東西 one pc game的人 就是漸漸漸少了 欸 嗯 相對於掌上型遊戲吧 那個 那個比例一定是 越來越旋出的 好 啊 順著這個就可以講到一件事 就是 其實你剛剛也有講到 為什麼會有去網咖的需求 有可能是他家裡的電腦 或網路不夠好 這件事就可以帶到 對 他們 從美國回來 踏進家裡 這是姊姊做的第一件事 你就是去開電腦 然後 那個電腦 對 那個電腦對於沒看過 印象管電腦的人 可能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這是 嗯 液晶螢幕出現之前的東西 叫做印象管 很大一台很重 我這電腦螢幕超重 就 就他是有一個體積的 不是薄薄一片的 這樣就是 他這個 他這個顯示 顯示的這一面 的後面 還有一個很龐大的體積 你就可以想像說 很像這台電腦的引擎的感覺 嗯哼 所以 螢幕 包括螢幕保護程式這個東西 也是因為要保護 印象管螢幕而 出現的這樣 嗯 你知道螢幕保護程式 你知道螢幕保護程式 是要幹嘛的嗎 就是 我不知道 如果電腦螢幕 禁止 閒置一段時間 對印象管 來說他等於是同一個顏色 一直打在同一個地方 哦 所以難怪那個東西要跑來跑去 對他讓他跑來跑去 就是讓他 影 印象螢幕顯示的顏色 一直變來變去 他才不會 因為 某個點長久顯示 同一個顏色而壞掉 他那個叫做壞點 就是螢幕上的壞點 就是 印象管螢幕很容易會壞點 這個這個東西 所以才會發明螢幕保護程式 那種東西 哦 欸我還真的不知道 這 上了一顆 這好像之前也是看 知道什麼 只是YouTuber看到的 對 嗯哼 感謝 各大YouTuber 嗯 我說反正整部電影裡面就是 有 非常多 就是那個時代 大家的共同回憶吧 對 我也是經歷過印象管螢幕 的電腦 還有電視 哎呦 哈哈 這是 希望大家也都有 這樣才不會跟我們離太遠 沒有也沒有也沒差啦 對沒有也沒差 哦 還有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順著印象管的電腦 螢幕 還有一個就是網路的 連接方式 現在大家寬頻 寬頻光線都已經 就是 都已經理所當然了 但 他他片子裡面就有做 美國女孩裡面就有做出 他當時還是用波接的 對 要跟 要跟不知道波接是什麼人 要解釋一下 就是 他基本上是 跟家裡的電話線 共用同一條線 所以如果你沒有特別申請 另外一個號碼來當做波接 連線用的那條線的話 當家裡有人拿起電話 網路就斷掉了 嗯對 波接基本上就是這麼麻煩 如果你 公用一條線就會這樣 而且 波接的速度很慢 就是 他有點像就是打電 對他有點像就是在打電話的感覺 你很像是讓電腦 撥號連線到某個終端機去 完成連線這個動作 嗯哼 對就是 你就會看到那個 綠色的進度條在那邊跑 我看到那一幕真的是 抽取鼓咒 對真的是笑出來 那個應該就是寬品差不多才要 剛起來的時候 所以有些家庭還沒有這樣 哦 而且他們他們家會沒有也很正常 是因為他們 爸爸很容易就是不在家嗎 就是可能常常去中國 然後媽媽 跟姐妹也才剛回來 所以那個房子可能常常是空著的狀態 所以他們根本也沒有裝什麼好的網路 好的電腦的需求 這樣 連電燈都沒什麼裝好的 哈哈 昏昏暗暗 對 其實整部片的 其實整部片的色調也都蠻 我覺得一開始啊 我覺得好像也有做一點就是 呃色調的轉換 就是我覺得一開始好像 顏色有確實比較 暗一點點 後面有變得越來越明亮 就有點像跟角色行進有點關係 嗯哼 透過透過那個 燈光呈現然後 營造一種感覺 確實一開始就是欸 蠻蠻昏暗的 然後或者是 尤其在家裡 很 對 哇 家裡 真的是 在家裡 在家裡就是蠻 其實也沒有暗到哪去 但就是那個色調比較 比較 昏 昏黃 嗯 就是感覺好像有一種 沒有前景 跟 跟 故事裡的人物蠻像的 看不到 看不到未來 就是那個看不到未來 不只是生病的人 連女兒都是就是 但是 等一下可以再講多一點了 就是女兒一直覺得媽媽好像就是 一直在開口 閉口就是死這樣子 對然後她又想回美國 但是我好像又很難 沒錯 這這可以等一下再等 然後 實在感覺還有一個就是 她 為什麼 需要去網卡 就是欸 姐姐為什麼需要去網卡 除了網路很爛以外 就是 她 還想要聯絡她的 美國的朋友 所以她用什麼聯絡 她用MS 她用MS 這是已經消失的東西 對 真的 我大學好像大幾還有在用啊 大一 大大一應該還有在用 我有點忘記她是哪時候消失的 但就是 她基本上也是我上大學才接觸的 因為 以前國高中就是用 另一 隔壁棚的 的即時軟體就是即時通 雅虎 對 對 國 國 那個高 國高中的時候比較常用雅虎 我那時候MSN還沒這麼 就是 大家可能都在有兩款啊 可是 國高中的時候好像都是用 都是用即時通 雅虎的即時通 嗯 因為以前我真的 我記得我好像完全 不知道這個東西 對啊 還是這是成香查局啊 不是啊我總覺得我知道MSN 但是我也沒有在用 因為可能大家都用即時通 大概是我高三的時候 Facebook開始出來 所以 就逐漸大概就是被Facebook取代掉了 而且我覺得會用 會用即時通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啊 就是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 就很容易把所謂的入口網站 設為就是 雅虎這樣 至少 至少我們那邊是這樣 就是 向下 向下 向下地方 因為MSN好像有一種是大人用的感覺 對對對就是 有一種說不上來的 不一樣的階段 對 不知道為什麼 我查到了就是 那個 台灣的Messenger是 2013年的時候停止的 嗯哼 對啊所以也是快快10年了 所以所以就是 他他用 那個即時通訊軟體才有辦法 跟 國外的朋友聯絡這樣 登登登 登登登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他去網上還有一個原因嘛 就是他要 查一些東西 然後他查東西 他查到的地方 就是五名小站 這也是 這也是已經消失了 天啊 好可怕的回憶 對 然後他 他還有在 他還有在上面寫 就是姐姐還有在上面寫網子 就是他除了查到那個東西 他也知道 原來台灣也有部落格這個平台 然後他就寫了一些自己的心情 真的 就是真的以前以前大家就是很愛 在五名上面發一些心情文 然後還鎖起來 就是鎖密碼 一定要鎖起來 對你要鎖起來 然後寫一些若有事物的提示 讓大家去拆密碼 哦天啊 真的 呵呵 就你要鎖就鎖 還在那邊提示什麼 嗯 就是 有點 講白一點就是蠻 總額的表現 對 以前 有啊還有那個很多什麼 他他裡面還有很多 那個啊他不是在講那個什麼 偶像的那個很像什麼偶像卡嗎 哦這這這這就是我再來要講 就是 他們應該是去 那感覺是成品還是哪裡啊 就是反正就是某個書店看起來 嗯 地方的書店嗎 哦不是 學校那種附近嗎 不是成品啊不是成品 因為還有 有點像墊腳石啊或者是 有比較多文具 就是那種比較多文具的地方 對 的書店 不是全部都有書的那一種 感覺比較像文具店跟書局複合式的那種 所以 對對對 然後 除了就是 會聽到有其他學生在 就是我說電影裡面 有其他學生在聊什麼明星的卡片以外 還有就是背景音樂 是播蔡依林的歌 嗯 那蔡依林現在還在啊 但他播的是蔡依林的十幾年前的歌 我現在有點忘記他播什麼歌了 但 對 我也想不起來了 但是 我記得是不是有 我記得是不是有周杰倫的歌啊 有 呃 好像是網咖裡面 對 網咖裡面放的是周杰倫的歌 對 就是 我覺得都 就是 這個 就是時代 當時那個時代 的東西都還原的蠻 蠻好的 要還原時代 有兩個最簡單的東西 一個就是流行文化 就是流行文化會完全顯示 就是那個時候 的人 就是喜歡什麼這樣 還有一個就是 嗯哼 用的工具 包括電腦 所以 我覺得他 他這兩點 整個就是把 時代感算抓得蠻好的 因為不然 你故事寫那個時代 可是看起來好像 感受不到那個時代的東西就會覺得怪怪的 然後就變得好 好像把他寫在現在也可以 對但他就是那些 小小的東西 就是寫的蠻好的 啊 我覺得時代感也可以 從一個地方看出來 就是除了有什麼東西 也可以看沒有什麼東西 那 但這個就是比較隱性的部分 就是 沒有什麼東西 通常 通常人會注意到的是有的東西 可是沒有什麼東西 比如說 就是不會不會出現人手一機這件事情 就是 這個 在 現代背景的電影你幾乎不會看到 因為 因為現代的電影為了符合 就是現在大家的狀態也 也常常會做就是 喔角色可能就是拿 走路拿著手機之類的 對 我覺得 這個 里面那個一些 時代的眼淚看到真的是蠻有趣 而且 又我們剛好 呃 你應該都用過吧 就是那些東西 幾乎都有 幾乎全部都有 我記得他臉在還原就是 SARS的新聞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電視 我我如果沒記錯好像有電視台吧 然後那個電視台的影片好像也 他好像有 對那個應該是當時的新聞畫面沒錯 就播新聞好像也蠻到位 我不確定是不是真的新聞畫面但是 我感覺是 喔 這我就不確定 因為新聞片段應該是跟 如果網路上沒有應該是 看可不可以跟電視台取得 就是類似 使用權之類的 呃 對對對因為就是 搞不好就是就是就是 他的那個他的那個標籤或那個動畫 絕對不是現在的樣子喔 如果他真的是特別去做 那他也是真的做的蠻好的 就是因為我們也不確定他到底是 是不是真的去找那些片段 但如果他是 現在才 刻意做那些舊的片段出來 那那也真的也太厲害了 因為因為真的蠻像的 嗯 我是比較傾向他是真的去找那些舊片 欸不得不說那 發生那件事的時候那時候的 醫護真的是 蠻蠻蠻辛苦的 你現在對那件事情還有 記得什麼東西嗎 因為台北那時候是比較嚴重的 我覺得我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是 我算一下我那時候幾歲 欸這樣就會透露年紀 沒關係 我那時候是國中嘛 所以 嗯 我好像應該是國修 對對對 所以 我覺得我們那時候好像 在中部 因為我是彰化人 就 我覺得在中部好像比 比較 對感受到SARS疫情這件事 好像相對還好 我覺得啦 我們那時候好像沒有 其實那時候 那時候可能 那時候可能年紀也很小 所以沒有很有意思 我只知道 好像事情有一點點嚴重 然後對 我媽要去幫我爸拿藥 大家都是人心惶惶的 然後大家還去搶購那個N95口罩 嗯 所以 就是譬如說他裡面 他裡面的有一些劇情 就是他們有戴到N95口罩 那個是真的 就是當時 嗯 蠻真實的樣子 然後大家就是在搶那個N95 欸那個N95 一個很 我記得不少錢欸 因為一個是 好像要到 不知道有沒有要快一百塊喔 不是說那個東西 漲價漲到一百塊 是因為他本來就是 for 防範一些 比較猛的 類比較猛的病毒 就是比較比較好 level的口罩 他是比較高規格 他是比較高規格的醫療器材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 我媽 我媽為了要去醫院拿藥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 我想說 蛤你要你要自己去拿藥 你不 你不帶我一起去這樣 然後我媽又說 現在醫院很危險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媽就帶著一個N95去 我對這件事情是有印象 我小時候對這件事情是有印象的 對 然後比較長大 回頭大概可能稍微知道 可是你多少 你會看到一些這個相關的新聞 或者什麼故事回顧的片段 然後 好像就當初 就是有一些 醫護人員就是 要幫病人插管的時候 他可能有嘔吐啊 或什麼的就噴到 這些醫護人員身上 然後 嗯 如果沒記錯好像有幾個醫護人員就是 就是過世這樣子 總的來說就是 電影裡面 有 也有演到 就是你剛講這件事 就是和平醫院封院的那件事情 對 對那 我覺得相關的東西 大家 不管了解或是上網查 其實都有啦 反正 那個當時的總之就是 總之就是當時的狀況 我覺得就是因為有 那一波SARS的影響之後 至少 對於最近這一波 欸 這一兩年的疫情 大家 這台灣可以防得比較好 也算是因為這樣 對於對於所謂的 標準作業流程 然後 呃 防病毒的就是管控那些東西 就是哦 什麼隔離的措施啊什麼的 那些東西真的有那一波 算是因為那一波學到一些事情 這樣 因為對 因為其實那時候在講 台灣跟日本的疫情相比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在講這件事 因為當初SARS好像就是 日本就是沒事 所以 對我們來講 COVID-19就是第一次遇到這種 呼吸性的傳染病 對大大型的 好像是這樣子 對所以大家常常 有的時候比較的時候才 那時候最一開始大家才會說 好像日本有一點 措手不及 那我們有蠻早的準備 當然一方面我覺得是因為 我們 近幾年來跟中國的關係 有越來越緊張的趨勢 各種關於所謂的防疫 不不一定是人的流行 並譬如說 你像什麼 非洲諸文也是啊 就是大家對於好像要防防疫情 就是不管是任何形式的疫情 會開始比較有警局 就是各種事件疊加的結果 對對對就剛好啊 就是我覺得就是綜合綜合的結果 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對 欸接下來就是有比較明確的劇透 然後 那當然這個劇透是 我覺得那個 安排設定很巧妙 然後 嗯 讓我蠻感動的 就是 應該說有觸動到我啊 然後我覺得是一個 一種很好的呈現 然後我很喜歡他的呈現方式 所以我很想要在這邊分享給大家聽這樣子 那 當然再次強調就是如果 你想要先看過電影的話 就 趕快去看 好 OK 就是 延續剛才就是 凱文剛講的就是 無名小戰的事情 好總之 女主角就是寫了 一一堆 就是抱怨他媽媽的文字 所以就就如同我在片頭 一開始大喊的 I hate I hate you mom 就類似這樣的話 他寫的非常多 他的文章標題是不是就是這個 一滴 他是 好像是 有特別拍給觀眾看的那一那一片 好像是 對 反正就是他 來到台灣然後 就是突然 就會轉學到寵光女中 然後 他寵光女中裡面的 嗯 經 經 經歷跟 遭遇感覺 不是到太順利 因為 大家可能想像中的美國的教育 是一個比較開放或比較自由或者是 的樣貌 然後台灣的教育可能是比較 我覺得台灣的教育就是我們不用特別解釋 他應該都知道就是就是那個樣子 那個 那個鳥樣 對 真的 就是什麼 比如說他的班導是果文老師嗎 就是下雨橋 我也沒有說他上 他的上課上的不好還是什麼 但那就是比較刻板的上課方式就是 呃什麼 有沒有問題 啊沒有問題 每次說 每次沒有人說問題都都考出來還是考不好之類 就是那種老師會講的話這樣我覺得 那也是一個 還願蠻好的地方 呃真的還不錯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他演的蠻好的 就是很到位就是 那個那個那個罵人真的是 幹有夠靠背就是 我我每次都覺得這種老師真的是 反正不會啊 下雨橋雖然就是 抱怨貴抱怨啊就是但是 他是做一件不錯的事反正就是 總之就是這個女生 呃姐姐在 呃無名小陣上寫 他非常對他媽感到很失望 因為 他媽媽 得了癌症之後但是其實 表現的一直有一點悲觀 不是悲觀是蠻悲觀的 但是我覺得他媽媽那個悲觀其實同時有一點帶著就是說 你們還是要做好心理準備 我沒有我沒有保證說我一定能 順利活下去 嗯我是有點這樣覺得 我覺得他也是想要想要小孩能夠成長 之類的對就是有一種就是說 你不要覺得我一定會好 我一定能健健康康的繼續活著 就有點像是讓我們認清事實 就是我還是有可能這樣發生 你你不要 always覺得我好像做完治療之後 我就一定會繼續活著 那你你也知道就是 有點像要獨立要成長 甚至他有一個段落不是要求他爸爸說 就是如果我怎麼了你要怎樣怎樣 就連爸爸的角色也 就連爸爸的角色也是 有一點不以為然說 啊不會啦這樣你不要想這麼多啦 然後反正就是這樣的悲觀 所以就是女兒其實也是壓力非常的大 他在學校已經有很多很多壓力 然後在家庭上的壓力 他回到家他要面對的是這些事情 所以他就寫了一篇 他很恨他媽媽 很討厭他媽媽的王子 所以那個恨的情感 不不只是來自於就是說 因為他媽媽生病 所以他沒辦法回去美國 然後去做他原本計畫好他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有一部分就是來自於就是他 呃就是好像有一種 要用這個 要用這個句子來講好像 有一點可以啊 就是有種恨鐵不成鋼的感覺 就是當然當然這句話 通常 用的地方不太一樣 但我我只是覺得有這種心情 就是我我希望你堅強一點 對就是有一種 所以我現在覺得是有一種 有一點互相沒有理解 對方其實想要傳達的訊息是什麼 我覺得他媽媽想傳達的 一小部分不是說 呃我很悲觀我就絕對會死 只是有點像要告訴他說 你們還是要做好心理準備 我不是百分之百 然後女兒的看法卻是 哇你為什麼都要這樣這麼悲觀 講一些這種話 好像讓大家氣氛都變得很不好 其實對彼此都有一個期望 但那個期望的表現方式 就會變成跑出來是一個好像 對力的衝突的結果這樣 對就有點誤會吧 或者說就是我覺得 你如何解釋對方做的這些事情 就是怎麼詮釋 怎麼詮釋對方做的這件事情 人在面對情緒比較重的時候 就會往比較不好的地方解釋 是不是有一部電影就是 有稍微談到母女關係 就是剛才有 你有講到那個叫什麼 恨鐵不成功這件事對不對 就是希望對方可以更好這樣 其實兩邊都有一點 母女兩邊都有一點這個意思 在預告裡面已經有出現了 就是大家如果沒看過預告 就是可以可以再看一遍預告這樣 就是預告裡面已經有出現那句話 就是姐姐的同學 也知道這是他們家的狀況這樣 就是有一個跟姐姐比較好的同學 對有一個跟姐姐比較好的同學 也知道他們家有媽媽生病的狀況 然後也知道他們母女的關係是比較緊張的 所以姐姐就跟他抱怨說這是媽媽的事情 姐姐說姐姐跟他的同學說就是 我只是希望他可以做得更好 大概是 我應該沒記錯應該是這樣 對然後就是那個姐姐同學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那麼很 你到底在氣你嗎 啊啊啊啊是對然後姐姐就回說 就是我只是希望他 我只是覺得他可以更好之類的 然後 然後同學就回他說 那如果這已經是他最好的呢 嗯 雖然好像有點超零了 但就是 那個對白 蠻厲害的 就是在當下其實 完全 點出那個故事 就是 某一個很核心的事情 對然後 然後 如果 有看過 屬女鳥這部電影的人 應該 對這句台詞有印象 因為很 他幾乎是 原文照搬 就是 當然當然就是屬女鳥是英文的電影 然後我是說 那個意思幾乎是完全照搬 只是屬女鳥裡面 也是在講母女關係 但立場跟這一部有點倒過來 就是 因為美國女鳥裡面是 女兒希望媽媽媽不要一直 就是好像很悲觀一直講詞之類的 那屬女鳥裡面是 媽媽 有點像希望女兒成才的那種感覺 就是 因為女兒可能在一些方面都表現得很 很不像一般就是 其實不要講什麼一般啦 就是 很不像 一個媽媽會期待女兒的 該有的表現的那種感覺 在屬女鳥裡面的媽媽就是也是 類似跟那個 美國女孩裡面的姐姐講一樣的話就是 屬女鳥裡面的媽媽就說 也是對女兒講說 我希望你可以做得更好之類的話 然後 女兒 女兒是那個 色相羅蘭演的 羅蘭演的角色 就是女兒跟 就回媽媽說 啊如果這已經是我最好的人 對 他有點像把這句話 這個對白就是 直接搬過來 只是當然做一些相對應的調整之類的 我覺得那個借用那個 嗯哼或者你要說什麼致敬也可以 因為剛好也是某女關係 所以我覺得那個借用算蠻漂亮的 也是一種 這部片我剛好沒看沒看過 所以不知道 真的找得到的人 當然希望是正版的 對找得到的人就 可以看一下 好然後接下來 就要講到夏宇喬幹的好事 反正夏宇喬呢就是 這個老師啊就是國文老師嘛 然後 他也是非常的 就是他他 後來不知道就是哪個同學 把 姐姐的這篇 I hate you mom 的 不是同學 王志 不是同學 應該是 不是同學 就是他們不是會在電腦課上 就其實這也是我們電腦課上 我們蠻常發生的事情就是 會趁電腦老師在講的時候 然後可能螢幕沒有切過去的時候 都會自己透露做一些事情 對這完全就是很還原 然後我猜 學生 我猜就是 老師有發現他在做別的事情 因為他他沒有演出那一段 但他有用台詞 就是夏宇喬有用台詞講說 就第一次他們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在辦公室 夏宇喬是說 電腦老師給我看了你的網誌 嗯 對他有說這句話 所以可以確定 至少在這個設定下是 就是電腦老師那邊 你應該是 就是發現他又 只是偷偷在做別的事情 嗯 對反正就是 夏宇喬發現他的網誌之後 反而 不是對他 很生氣 覺得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對待你媽媽 而是 希望他 參加演講比賽 然後 把這件事情 轉化成演講比賽 然後 呈現給他媽媽看 然後當然最後 結局 我覺得這就是這這部片 我 我最喜歡的地方 最最巧妙的地方 對真的很巧妙 而且 完全就是 因為 後來就是有些突發狀況 好爸爸剛好要出差 然後妹妹竟然生病 然後 去篩檢 因為有發燒 啊就 既然要隔離 對有發燒 依照那時候 建立的SOP 其實就 其實就跟現在很類似就是 你有發燒就不能怎樣怎樣怎樣 對啊 那時候就是 被檢查有發燒 然後 有疑似肺炎的狀況 然後就要隔離 因為SARS也是肺炎嘛 所以 疑似有肺炎就要先隔離這樣 再 再做進一步的檢查之類的 他妹妹竟然被隔離了 而且在隔離的 是隔天嗎 他就要去 那姊姊就要去演講比賽 演講比賽 剛好就是發生隔離的 下一天這樣 對所以他非常 他其實好像有 中間還是有點矛盾跟猶豫 他其實一直在猶豫說要不要 請他媽媽來聽 然後感覺 我自己覺得 欸有吧他還是有邀請他媽吧 他有說 他是跟老師說 有點像是他已經差不多定稿的時候 就是他的演講稿已經差不多定稿的時候 他那時候 夏雨雄那時候跟他說 就是 要記得請媽媽來聽嗎 那他 我記得 姊姊姊姊姊那時候是回說 可以不要讓媽媽 對對對 可以不要讓媽媽來 所以我 我猜他應該還是有想 只是就是那是一個很掙扎的情況 就是 我 我很想讓他知道這些心情 但 感覺這是一個很直接攤牌的狀況 也是 就他會怕說講出來會怎樣 對 因為有的時候其實 可能真的要跟家人去表露某些 很真摯的情感的話 其實是不容易的 你反而這種越青的你要 你要真的要講出來 你的是某些想法 反而有的時候是不容易的 然後 就是我覺得就是在這個 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發生這整部片 就是最最漂亮的地方就是 他就 欸反正他就是反正就回到家嘛 然後就是 就是發生一些 就是發生一些事情 跟他媽媽就是大吵一架 然後 而且就是就是整部片已經 透過前面的堆疊已經 情緒已經 呃 我覺得累積到 最緊繃了 所有人都是在最最高張的情況下 已經 就是一觸即發了 嗯 然後真的一吵架 那個就是一場很大的吵架戲 然後 嗯 嗯 媽媽甚至 進到 女兒的房間 把他所有的 牆上的夢 代表夢想的東西 或他希望的東西 全部死掉 什麼海報啊 然後對這是 照片啊 偶像的 對的那些東西 而且特別是他的美國夢 嗯 因為他因為因為因為姐姐 非常想要回到美國 騎馬 他有個特別的興趣就是他 想要參加horse camp 就是馬術營 然後就是把他這些他他他 他覺得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然後全部這樣 撕個金光全部丟掉 兩個人就是 有要牛打起來嗎 有一點在拉扯 對 有一點在拉扯 欸其實 欸其實就是好像好像是 姐姐有把媽媽推倒還是什麼的 就就 我忘記了反正就是媽媽媽那個角色 還有說你竟然敢打我之類的 對 對有講出這樣的話 反正就是女兒就對他 他講了一大段話 然後我覺得就是那段 那個瞬間就是 完全就是他 想對他媽媽做的那段演講的 另外一種 呈現的版本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巧妙的事情 然後這個安排就是非常 我覺得我覺得戲劇上非常好 然後 他最後當然因為因為隔 因為妹妹去隔離嘛 全家人當然也得隔離啊 就是居家隔離 所以他這樣的演講也沒演講成 但是事實上 他的演講是完成的 對就是用 用另外一種形式完成 欸我我看我 我看這段真的是 眼光翻雷真的是 很成功的情感堆積 然後就這樣子 一小步一小步一小步 把你推到那個 最懸崖的邊邊 這這就是說 這整部電影就是 覺得最出彩就是 最最亮眼的地方 對然後 對 那個整整場吵架其實 前半段是只有母女嘛 然後 爸爸 回到家看到看到他們在在 呃 扭倒 對在拉扯的時候 就是第三個人加入這個 加入戰局 對 加入戰局 對就是 那個那個狀況很像是 哦 爸爸發現這是女兒怎麼可以對媽媽這樣 然後開始對女兒生氣 然後 爸爸 爸爸 開始 應該是拿藤條打他之類的 就是 對 開始打他的時候 啊媽媽又 好像對女兒 就是 被爸爸這樣狠打的感覺 感覺好像又捨不得這樣 就是 媽媽在那瞬間整個好像 好像後悔跟女兒吵架的那種感覺 他那時候還想要去安撫 就還想要去安撫他嘛 他女兒就很大聲 各位 對這這幕在預告也有 對就是那那一整段 那一整段吵架戲 以電影的拍攝來講 是蠻 一氣合成的 就是 整個情感的堆疊 就是整個 衝到頂點 而且真的很揪心哦 因為 你可以感覺到 沒有任何人是對的 也沒有任何人是錯的 包括爸爸也把那個 也把那個壓力很大的狀況很像 就是爆開來的 哦對 那爸爸 我們剛才可能都沒聊到爸爸的壓力來 就是有一些 譬如說 買房子啊想要讓 他太太啊跟他的小孩在家 在台灣過更好的生活的一些事情啊 對但是這個其實細節比較小 所以我們可能就沒有大力聊到 但是爸爸的角色比較 比較配角性質 比較側面 因為這部片要講 要講主角的話 還是母女兩個人 但 爸爸主要是母女關係 爸爸的角色有點像是 把那個時代家庭的狀況 呈現得更完整 比如說他可能 因為 那時候就是 很多人在這種 就是有點像 兩岸跑來跑去 就是 有中國的 工作這樣 所以然後你剛講說 買房子這件事情 其實 也是呈現爸爸這種 有一點矛盾的地方 就是 其實他也想要給家人過更好的生活 那 但 嗯像買房子這件事其實是 媽媽跟他講的 但他一開始有 他一開始的 態度有點像 啊現在景氣不景氣 買房子怎樣怎樣的之類的 但他其實心裡也是想這麼做的 對 這是他其實 他他怎麼可能會不想給家人 更好的生活 一定會想的 大家 大家都有很大的壓力 然後 那個壓力都是 呃 有一點 互相的誤會 加上一些 互相的 不那麼諒解 所造就出來 然後爸爸爸爸這個角色又 特別顯示出 就是 男生比較沒有辦法那麼正面的表示 情感的這種 這種成分 我覺得有一點 嗯 對他他沒辦法那麼 直接的說他 對 對家人的愛之類的 嗯 對啊 就是一個也是壓力滿大的角色 哦 最後的最後 剛剛是講說 他雖然演講沒有完成嗎 但 其實 嗯 事實上以另外一種形式完成的 就是 吵架這個方式 真的把他心裡話講出來 對 把心裡話講出來這件事情 對 姐姐 就對大女兒來說 其實有點像是 他想要的跟 實際上 可以做得到的 或他擁有的東西 有點不吻合的這個衝突 那 嗯 這個衝突 包括他想要媽媽怎樣怎樣 就是哦 不要再一直 就是把死過在嘴邊啊 就是 你明明可以 就是做得更好啦 表現的樂觀一點啊 什麼的 就是 他這些對於他 所求而不可得的這種心情 就是 其實顯示在 顯示在白馬那一段 因為 其實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也有點在 就是一直想說那一段 到底代表什麼意思這樣 因為你要做一些 嗯 其他解釋應該也可以 可是我後來有看到一些東西 然後我自己也在想一下 我覺得最直接的解釋就是 反正他就是自己 自己偷偷跑到 跟家人吵架之後 自己偷偷跑到 跑到一個馬場去嘛 然後有點把那隻馬 當做他美國 的時候 就是喜歡的那一隻馬這樣 然後他就 想好像想要騎他出去嘛 他一直 不給他戴上 馬具的那個 這個橋段 我覺得這個橋段 應該就是解釋成他 希望的事情跟 對方能夠給他的反應是 沒有辦法對上的這件事 我覺得 嗯 要一個直接的對照 就是他跟他媽媽 但把媽媽比喻成馬 有點乖乖 那只是 那這是一種情感的投射 就是 他他想要 他想 回憶就是 那時候 呃 在美國騎馬很快樂的 那時候這樣 可是那匹馬 就不給他騎啊 因為 因為他不是真正的那一隻 他不是真正的那一隻嘛 就是 水花嘛 對 對 對 我 我 對 其實水花就是那個電影製作公司的名字 對 對 就沒有剛看危機的時候看 不知道 對啊 所以 因為我是不知道你原本 因為你是第一次看嘛 所以 我 不知道你剛看完的時候 你是怎麼想馬那一段的 但我目前 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那一段的解釋就是 讓他了解他其實好像 不能一直一直只是想他想要什麼 對 因為他想要的跟別人想要的不一定是 對的起來的 他不可能只考慮他的感受這樣 我一開始覺得就是 靠 白白鷹啊 這樣子 然後 可是對 可是我覺得就是有點像是 不是 我覺得有點像是 就是一個成長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從 就是從他原本 要說有點自私嗎 或者是有一點就是那種青少年的那種 自我神話就是 嗯 因為那是青少年的會有的心態 對 然後一直把 不好意思你們念教育的 然後以前有學過這種專有名詞這樣 就是 他一直把焦點 擺在自己身上 他想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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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是沒有為別人 他他也不是說真的沒有 為別人著想 可是他永遠會把自己 擺在最前面 嗯 所以 他所最一開始問的問題都是 嗯 will we go back to America 是對的 有點都是想要回美國 想要去找他美國的朋友 你病好了之後 我們會回美國去嗎 之類的 對 但是我覺得在那個瞬間就是 他 他意識到這件事 他他知道 有些事情 就是現實就是長這樣 我可能現在就是得接受他 然後我要試著跟他共存 就像那匹馬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只能認了 我就是爆哭一場 我我自己覺得那個橋段應該應該有這個感 有這個感受 雖然對阿就是一個很明顯 演出就是 他跨很大一步 的那個瞬間 我我我覺得那那一場應該有成為就是 方玉婷就是 呃就是演姐姐的那個演員 應該有成為他的得獎場這樣 就我們有時候都會說某些演員的得獎場 就是他表演的特別好的 好一段 嗯 我覺得那一段蠻 因為 因為他就是 那個情緒一錄到就是 很開心就是 期待要要騎馬的時候 一一錄到他後來就是一直透不上去 然後他他 開始 掉眼淚然後一直哭 就是 那那一那一整段其實蠻厲害的 而且其實老實說也是拍的蠻漂亮的 就是以 動物系的 有動物的 系來說 我覺得他有一個比較 算是蠻聰明的取景方式 就是他那一段不是 把那個 畫面 就是我記得是拍很近拍在馬頭上面 就是 他講 而且整個馬就馬就是暗暗的 然後 然後偏偏是一匹白色很很白很白的馬 然後 就好像那種 你就很像星空裡面的星星一樣 他那個是他想抓住的東西 那是他的夢 就是我覺得他各種 比如說 取景那一段也是蠻漂亮的這樣 就是 其實那一段認真來看其實蠻文藝的 我覺得 但 就是 拍的 拍的蠻好的 他也沒有刻意就是用 比如說 有的戲在一些高潮的橋段 就是因為那那一段其實也是蠻 蠻重的橋段 就是會下一些 有的有的片可能就會下一些很重的音樂啊 就是 三情 比較要達到那個三情的作用 但那那一段其實 就是讓那個馬 跟演員在互動 嗯 所以 要總結來說就是剛剛講到 他 他知道 他意識到自己沒辦法永遠只想自己 或者說 對 他知道這個世界不可能永遠順著他的意義的時候 就是他 成長的那一刻這樣 我覺得這在很多成 我覺得這在很多成長電影大概都會 用這種類似的核心概念 但是可能表現手法不一樣 我覺得 嗯哼 就我現在的記憶就是 熟女鳥裡面也有類似的東西 只是 總之當一個人 意識到 自己 沒辦法 不在世小孩 就 對對對 就是知道這個世界 比如說變化就是永遠的常態 或者說自己沒辦法永遠按照自己的期望 就是了解到這個世界的本質是這樣的時候 那一刻就是成長 幾乎所有成長電影都是 都是在講這件事情 嗯哼 我覺得這部 這部印要分其實他有 很大的核心的一塊是成長電影的類型 對 因為除了你是小女孩的部分 對 除了親子關係以外 他有很大一塊其實是成長電影的 畢竟是 導演個人的 就是親身經歷啊 就是他的 童年故事 嗯 真的 整部片真的是 我覺得描寫的很深刻很到位 所以要 要做結尾了嗎 我ok 我覺得 我覺得很剛好 我覺得差不多了 對 好 總結來說 就是一部 非常好看的電影 再次強烈推薦大家 去戲院欣賞 或者是等他有正版管道的時候 使用正版的管道 欣賞這部電影 當然必須說他如果要論娛樂取向 並不是那一類的 那一類的電影 他娛樂性可能比較低一點 但我相信他很真實的情感那一面 可以打動很多人 我至少就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 就是有描述親子關係的電影應該是跟 算是跟一般人很接近的一種類型 因為親子關係親子關係大部分人都會都會 體驗過這樣 比較容易有共感 嗯嗯 所以我覺得 這部片 在講這件事的時候那個 不管是 對白的流暢度生活化跟 情感的 他情感的真實性會 講這樣有點誇張 但我覺得應該很難不被他感動 加上 加上 吵架戲 吵架戲非常的血淋淋 這一點我 這一點一定要稱讚 對 我前面有講過我很喜歡吵架戲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裡面 對吵架戲也是各種 很很很流暢 對 很很連貫 而且就是 就真的就是會這樣發生 就真的會這樣發生 就是他原本就真的是爸爸媽媽 某一方真的原本在跟你生氣 然後突然另一方真的倆弓起來的時候 反而 剛跟你生氣的那一方是護著你的 也會怕他打得太遠這樣 對 總之就是 整部片的說故事都很順 對 就很順 嗯哼 對所以就是 有機會在西文看 就是可以把握啦 就 我覺得不會後悔啦 就去看 是蠻值得 好 非常 非常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聽 最近有什麼好看的 我是小球長 最後還要再講一次喔 哈哈 好喔 好我是凱文 大家晚安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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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再講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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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講一次